远景进入社区大楼搜证制作笔录 55岁耐心工人维修冷气不慎从8楼高坠落 就掉在中庭人送一墙就宣告不至 公安意外发生在17号下午3点半 地点就在台中西区公正路某社区大楼 警方通报公安调查发现耐心工人在8楼高 维修冷气却没有安全防护措施 实际防查其他建筑工地师傅爬到外墙 装设冷气管线身上就有穿戴高空作业安全带 扣环一边扣住背部一边固定在墙上的钩环 预防衰落 只要我们有人有到外墙玩下去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需要打一些吊环的安全的设备 安全带是最好是4.4 像这个双扣环的就是背部式的 其他师傅补充有些装设场地 招不到牢固支撑点也没办法打扣环的话 更搞刚安全的做法会直接在外墙架设安全护栏 如果有吊过作业的话 最好是有吊车坐那个吊篮上去做事做 台中老检出表示 事发当天有去现场击查勒令停工 针对业者让工人在高空作业 没有依照法规将开除三到三十万元罚款 TVBH 陈志忠 陈初贤 廖王汉 罗欣 台中彰化 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